环球央行加息压通胀 不单令到股市和债市 连虚拟资产市场都同样非常波动 并且曾经发生一些大型的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倒闭事件 政府在去年10月 发表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 为本国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制定了一个政策立场和方针 虚拟资产在投资方面固然风险很高 但同时应该吸引了不少投资者 政府和监管的机构都希望 一方面可以促进到虚拟资产行业 在香港发展 亦都能够同时保障到投资者的权益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 每年都会举办香港理财月 希望透过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活动 去提升市民的理财知识和能力 今日的访问 环节就是2023年香港理财月的其中一个活动 今次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本港的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前景 和监管方向 我们今天很开心 荣幸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 与我们详细讲解 先介绍他们两位 坐在身边分别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的副局长 陈浩廉先生 Joseph 另外坐在旁边也有 政策及其科事务监察委员会的 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 是蔡凤怡女士Christina的 可持续发展及负责任投资这两个概念 其实近年在金融市场都兴起 而政府最新议定的政策宣言 亦都特别强调 要令到香港的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 做得可持续及负责任 虚拟资产往往给人的感觉 都是投机味很浓 而且短炒操作为主 究竟我们如何将资产的发展 做到可持续及负责任 就要先问一下Joseph Joseph先问一下你 其实刚才提到的可持续及负责任 基本上就是政府希望 在本港发展虚拟资产市场的一个愿景 首先你如何看资产市场的发展方向 第二如何能够做到整个生态圈 真是可持续有负责任 好啊 我先说了其实在金融科技的领域 近年你见到很多都是用我们叫做 Blockchain区块链的技术 开创了好这些新的金融的创新方案 我们也是会提高到整个生态圈 里面和一些新的产品 无论它的成本效益 兼容 灵活性 都是帮到市场发展 事实上也有见及此 所以虚拟资产的发展 对于环球投资者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亦都很多不同的金融界的人士 都越来越认同他们 加上其实随着虚拟资产 亦都可以带动到进入这个 例如web 3.0 和这个元宇宙 metaverse领域带来的机遇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虚拟资产 在那个资产市场里面 或者是金融市场里面 已经是变得不可或缺的了 会留在这里的 如果我们要去将这个机遇 是真的可以把握的话 我们认为一定有适当的监管 所以我们会去做相关的监管 去保障投资者 和确保我们的金融稳定 刚刚你提到的两个字 就是可持续和有责任 正正是很重要的 其实可持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虚拟资产市场 发展的时候 不是短时间 而是长时间健康地成长 不会因为一些个别的事件而风险 令到整个产业有问题 至于这个有责任 当然就是要对我们的市场 以及对于投资者有责任 去保障他们的权益 所以我们会在一个 我们叫做相同业务 相同风险 相同规则的原则下 去监管的这个市场 事实上 虚拟资产一直在发展 亦都在初步的阶段 我们会随着市场发展 去做一些适当的监管 从不同的方向 例如如何去确保我们的金融稳定 如何保障我们的投资者 如何去打击那个洗钱 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 这些风险都会做的 值得一提 其实虚拟资产是可以很阔的 除了一般大家说 去买卖以外 其实虚拟资产的发行 代币化 交易支付的平台 甚至乎传管或者资产管理 其他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 都是需要适当的规管 所以我们认为 一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平衡市场发展 以及做一个适当规管 就可以令到我们这个虚拟资产业务 可以在香港可持续 和有责任地发展下去 刚才提到监管的时候 我看到Christina都摁了头 好像很同意的 说到监管 其实政府在虚拟资产的政策宣言里面 都提过 欢迎香港引入虚拟资产的ETF 之后看到证监也很快手 马上在去年12月中 也批出首批的虚拟资产期货 ETF在港交所上市 其实Christina可否介绍一下 为什么当初你们会考虑 去做一个受监管的虚拟资产期货 ETF出来呢 好啊 好啊 我想其实我想特别提醒投资者 就是绝大部分这些虚拟资产 其实它都是没有一个实体的经济 或者是实物来支持 可以说它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因为它的发行人 还有很多时候你们买的平台 都是不受监管 所以变成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投机和波动性很大 譬如就算最大市值的比特币 比特币来说 过去五年已经有两次很重大的调整 譬如2017至2018年 它的市值跌了超过80% 去年其实也超过跌幅是70% 所以变成我们都特别是 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监管 我们也留意到近年其实 在海外的市场 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洲 都引入了一些是传统的金融市场的产品 例如这个期货 或者是一个实物的虚拟资产的ETF 他们主要就是可以透过期货 或者是实物买卖来到去 给一些公众投资者 可以拿到这个投资的机会 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会令到 可以满足到一般公众 对于这类虚拟资产市场的一个投资需求 以及提供到一些适当的投资保障 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一直都是很留意 以及积极研究 以及与相关业界沟通 在去年的十月尾 我们就出了一个指引 而也都成功批了三只的ETF 在香港的联交所上市买卖 亦都分别由两间基金公司的管理 刚才Christina也提过 虚拟资产给人的感觉 就是投机短线炒卖 好像感觉不是很好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也吸引到很多投资者 开始想将这个虚拟资产 去列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 亦都市场上越来越多 一些虚拟资产相关的资产种类 可以选择 虚拟资产 刚才我提过 很多人开始想 会不会把它放入投资组合 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之一 但譬如Joseph 我们也了解到风险是比较高的 你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 其实你觉得 究竟我们应不应该将虚拟资产 去列入我们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 还有如果我们真的想用这种虚拟资产 去摆进去做资产配置 其实投资者应该去注意些什么呢 好 其实好像刚才Christina这样说 虚拟资产本身是属于一个 很高风险的产品 因为很多 其实背后都没有一个实际的支撑 其实虚拟资产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我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 最重要 他就是要了解 那个产品的特性 和相关的风险 尤其是 他要衡量一下 自己有没有承受能力 去承受潜在相关的亏损 才可以决定应不应该 或者自己适不适合 投资这类的产品 特别 在你想了解这些产品的特性 和风险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大家留意多些 无论是讲新闻的报道 讲我们监管机构的发布消息 或者例如我们投委会的一些资讯和讲座 令大家可以了解多些虚拟资产的最新的发展 和种类 从而令到你作出投资数捷的时候 可以叫做我们全方位了解到背后的资料 然后作出的正确决定 要全方位了解 特别是风险方面 想和Christina 说多一点 可否介绍多一点 而在香港上市买卖的虚拟资产期货ETF 其实有什么特点和风险 好的 首先在产品特点方面 其实我们目前政監会主要 只是认可虚拟资产期货的ETF 而这个期货ETF 其实在香港的市场 都不是一个新的事物 譬如我们有一些原油的期货ETF 或者是铁矿石的ETF 其实它的操作的特点都很相似 但首先在市场风险方面 因为它的底层的资产 都是虚拟资产 现在是以Bitcoin和以太币 这两个期货来为主 所以它会跟着这两个资产的 价格的市场波动一定会有 另外就是特别在期货方面 由于期货是涉及一个远期的交易 不是一个现货 在它的转仓和会有一定的成本 所以有机会是 跟它本身现货的市场价值有一些距离 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回报 尤其是一个长远来说 其实也有机会是这些成本 令到投资表现甚至有一个相反方向 所以投资这些产品 就一定要比较注意每天的风险 以及长期持有的资产的价值变化 但是除了这个市场和期货风险之外 我刚才也说过就是因为它是一个ETF产品 在联交所买卖 亦都是由我们监管 所以比如基金经理 他的经验和合规都要受我们监管 以及资产的托管很重要 我们亦都是由一个独立的托管人来持有这些资产 另外就是譬如信息披露 各方面我们都是对于发行人有要求的 所以变成这个ETF 就是可以经过你们传统熟悉的股票经纪来买卖 而不需要经过一些可能不受规管的中介人来买卖 而承受了一些其他的风险 Christina提到刚才我们社会强调的是期货的ETF 不是现货的ETF 为什么会觉得要先引入期货而不是现货呢 我想我们目前主要是希望这个产品尽量在一个风险可控 除了市场风险和价格风险之外 我们希望在托管和各方面都能够有一定的保障 如果现货的话 我们留意到它的托管和複杂性 还有可能现在很多平台是不受一个全面的监管 所以我们希望密切地去观察 现在这些期货的ETF的表现 还有可能我知道这个资产的市场发展很快 平台我们未来会再有一个新的发牌制度 来监管在香港运作的平台 我们希望会適时我们会检讨 我也感受到监管部份其实也是不停加快 因为始终虚拟资产相关的交易平台 倒闭事件又或者停止运作欺责 又或者一些违约或者失洩租赫入侵的事件 现在在市面上是一点都不罕见 那段时间也出现了捷廉多奸的一些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令到大家都会很关注 我们投资虚拟资产相关不同种类的时候 我们是否得到保障 另外也有一些虚拟资产的交易平台 其实又以一些虚拟资产存款 储蓄收益质押等等的名义 提供一些很高的利率 又或者是一些按固定 又或者一些按保证的息率 去为投资者提供一些额外的虚拟资产做次入点 吸引他们去参与 投资者一方面都会很想捕捉虚拟资产相关的投资机遇 但另一方面我都会想 我很想得到保障 所以Joseph这两方面是很难平衡的 政府和监管机构 其实如何去兼顾这两方面的诉求 以及在投资者保障方面 特别像我们这些散户那样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监管措施 可以令到他们安心一些 其实你说得很对的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看到环球有不同的虚拟资产交易所 正确所说可能它倒闭 停止运作 有些欺诈、违约、失恕、租客、入侵等等 都令到投资者有重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认为 是要保障投资者 是需要一个全面的监管 这些虚拟资产的交易所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年年底 已经在立法会通过了相关的条例 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 就会在香港推行虚拟资产 服务提供者的化牌制度 特别或者值得提的就是 其实会针对我们看到 这些刚刚提过的不同的风险 有些特定要求 例如我们要求这些交易所 有一个我们叫做稳妥保管资产 稳妥保管资产意思就是说 例如客户的资产 是有适当地去分隔去保管处理 就不会被这些交易所 可以自己擅自盗用等等 例如我们要求它 有一定的财务的稳健 包括对它的资金流 有一定的要求 另外我们都会要求它 有些避免利益冲突的一些安排 例如这些交易所 就不可以去参与自己 自营的一些所谓的 庄家活动等等 我们认为 在一个这么全面的监管环境下 其实刚刚正正好像所讲 就可以平衡到 那个行业发展和投资者保障 因为如果投资者 是不能够受到保障的话 其实投资大众或者市场 都会对虚拟资产收取信心 从而也阻碍了市场发展 所以其实这个 推出这个发牌制度 我们听到很多意见 无论是业界的人士 或者投资者 都十分欢迎 希望这个制度推出之后 可以令到这个业界 真的好像刚才所讲 可以很健全 可持续 还有可以很有责任地去 继续发展下去 Kristina 其实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经常提供存款 储蓄 又说收益 又质押等等的安排 实际上是受不受证监的监管 另外如果投资者参与的话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要留意 有没有 好啊 好啊 我想近年 你说得很对 就是看到很多这些平台 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受监管的平台 有些甚至在海外操作 其实他们是以这些高息 或者这些存款来招来 但是你们都要留意 它不是一个银行的存款 所以变成了他们的运作 还有很多时 就算这些海外的平台 就算有一些监管 可能只是限于一些防洗黑钱等等 就不是一个很全面 好像Joseph刚才介绍 我们在托管 或者各方面都有这些监管的措施 所以变成了其实真的可以 这些平台一夜之间倒闭了 譬如最近FTX这件事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就是很多时他将客户 存在他的这些资产来 可能来用了或者转变了用途 来去到一些关联公司 就变成了客户的 你的资产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为了去获取这些 所谓的高回报 而去将这些资产 就轻易转入这些平台 高回报始终都会涉及高风险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特别头位会有很多教育看物 其实也有很多的教育工作 大家可以多些上去了解 Kristina 鎮监会的网站 会不会有多些资料 可以给大家了解多些 好的 我们其实特别在我们鎮监会网站 就有一个叫非应可投资计划的 警示的一个列表 我们特别将一些我们怀疑是 不受监管和属于可能是 这个集体投资计划的 这些项目来登出来的 里面也都包括了一些 虚拟资产收益服务 虚拟土地以至是NFT 这些项目 而我们如果发现它是有机会 是向香港的公众发售的时候 我们会预示了提醒投资者不要投资 好 多些了解证监会的网站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了 始终金融科技和虚拟资产相关的平台 急速发展 亦都引伸了很多不同的投资概念和话题 投资者如果想捕捉这些机遇 首先都要了解相关的行业和规管等等的发展 Josie可不可以向观众介绍一下 其实金融科技和虚拟资产 在香港的发展方向是如何 以及现在政府和监管机构 如何一起合作 在这两个领域方面做一些部署 或者先说回背景 其实香港是亚洲领先的金融中心 你看回无论我们是资本市场 包括封建管理、债券 或者是财富管理的业务 我们在亚洲区内的所谓lead table 排名都是明列前茅 随着金融科技发展 很多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会慢慢改变或者取替 或者新的金融创新解决方案会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导地位 一定要做金融科技的发展 这个都是我们特区政府和我们的监管机构 一起合力去做的 例如提到虚拟资产 我刚刚说过 事实上我认为它还是一个 比较发展初阶的阶段 刚才提过有不同的 除了交易所托管 随后会不会可以连动到 这个元宇宙 这个web 3.0等等 很多不同的商机 都是会有 而事实上它这个技术发展 刚刚说的Blockchain 它可以带来一些实质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认为要好好去捕捉这些机会 亦都要长时间有个规管 令到它的风险可控 这方面我想值得一提的 其实规管我们今天说了很多 我们特区政府 无论在人财培训 我们说金融基建 以及一些资金等等 都会在不同方面去着手 去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 希望随着我们的金融科技的发展 可以继续巩固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亦都可以同时间 为我们香港的投资者 提供到不同更多好的金融产品 和金融服务 讲到规管 又是将个波振回 Kristina 明天有什么计划的方向和方针 因为之前都已经 首先做了一个虚拟资产相关的 期货ETF上市 之后应该有很多计划 都是跟着来的 是吧 我想首先在产品方面 我想在期货ETF的产品 我想我们都会 现在都刚刚发行了 或者上市买卖 我们会很密切留意它的运作 是不是好像预期那样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会 適时去研究一下 会不会有其他期货 即是虚拟资产的期货品种出现 还有刚才说过就是说 如果是实物或者现货的 一些虚拟资产 是不是适合 放在ETF呢 作为投资呢 那我们都会 很密切地去留意市场发展 此外呢 证监会呢 亦都在进行一个公众咨询 就是就于这个6月 我们会一个新的发牌制度之下 相关受规管的这些交易平台的内部封控 托管等等的一些比较详细的要求的资讯 另外呢就是我们特别呢 因为目前其实我们本身发牌的平台呢 只是可以提供给专业投资者去买卖这些虚拟资产 但是我们也都会在这个公众咨询里面呢 特别来到去列出一些一些特别的要求 就是说向公众咨询 是不是适合是给公众是投资买卖一部分的虚拟资产呢 那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那金融科技和买虚拟资产日生月异 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 假如投资者都希望可以捕捉虚拟资产所带来的投资机遇呢 就必须同一时间去留意资产本身的风险 行业本身和监管制度的发展 如果观众有任何疑问 欢迎随时去浏览投委会的虚拟资产专业 今天多谢两位Joseph和Christina跟我聊了这么久 亦都多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再见